近日 一间透明直播间两向南京秦淮河畔 直播活动期间 仅40位高颜值主播 邀约游客和粉丝们云游南京福祉庙 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透明直播间采用 独立全透明钢化玻璃的展现形式 面积足有20平方米 由直播区和互动区组合而成 当天 三位青春靓丽的主持人也悉数登场 通过多部手机同频直播的方式 来展示南京的情怀风光和文化品牌 这种方式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特别 这个玻璃房非常棒 它给人带来的一种清新 一种光亮 一种敞海式的模式 辐射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金文浩是当地一家小吃店的负责人 当天 他把南京老四号品牌小吃带到了现场 向观众分享美食 讲述南京文化 而对于第一次参与直播的大学生赵思雨来说 利用手机来和粉丝们互动 着实让他很兴奋 以前没有玩过直播 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我蛮喜欢的 因为疫情嘛 到不了现场的就是我们可以拿着手机 带着他们去父子庙各个景点逛一圈 就是让他们多了解一下咱们南京父子庙 晚上的话我们会拿着就是手机走出去 让更多人了解一下这个父子庙 让更多人了解南京的一些风土人 庙的一些小吃啊 还有一些鱼花石鱼花茶 我们就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 主要介绍的是秦淮的吃住 鱿鱼购这几个方面 希望通过这个直播间 通过网络平台云游父子庙 据南京秦淮旅游相关部门介绍 父子庙景区还将根据季节特点 网络热点等不定期更换场景 打造不同风格的主旗小屋 让游客感知南京情怀的魅力